第十五题 水沸腾时水面产生的白雾 与喷干冰时所产生的白色烟雾成分各为何种物质 老师上课提过 我们能够看到的白色烟雾 要么就是小水滴 要么就是小冰块 如果温度够低就可能是小冰块 如果温度不够低呢 就是所谓的小水滴 水沸腾时水面产生的白雾是 沸腾所产生的水蒸气 到达空气中预冷凝结所产生的小水滴 喷干冰所产生的白色烟雾是 干冰会升华升华会吸热 因为吸热的关系 所以使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而成了小水滴 所以这两个答案呢都是小水滴 所以第十五题的答案 我们要选择A 皆为小水滴 水沸腾时水面产生的白雾 及喷干冰所产生的白色烟雾的成分 都是小水滴